新赛季即将到来,对于马次球迷来说,球队最大变化并非走了伦纳德,来了德罗赛,而是至爱的GDP全都离开了马次。 当时,邓肯在2016年7月宣布退役,吉诺比利少前已宣布,摇刀入窍,唯一剩下的匹,托尼,帕克则远走下洛克黄峰,成了其他球队的队员,实在令人唏嘘。 邓肯、帕克及诺比利三元的GDP组合,始于2002-2003赛季,结束于邓肯2016年夏天的退役,携手合作了14个赛季,期间,他们一共拿到了5个总冠军。 更难得可贵的是,和很多巨头组合不同的是,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争吵,他们不会为了谁是老大而发怜,不会为了球权和首发而不满,更不会为了相同的顶心而闹离开。 GDP组合有给球迷的画面,基本都是美好的,邓肯摸着吉诺比利的头,一直从长发飘飘摸到了秃头,同样的邓肯也爱摸帕克的头, 幸好帕克头发本就留得不长,才没有遇到吉诺比利一样的窘境,身材最矮小,年龄也最小的帕克就像是吉诺比利和邓肯的亲弟弟一般,激情满满的定妆照,吉诺比利看着邓肯的眼神,哀愈真的是太浓了,帕克看着两人的眼神也满是爱意,很多人其实很难体会到GDP组合之间的感情,哪怕是马斯球员, 在邓肯退役后,媒体采访马斯球员们邓肯离开后的感受,伦纳格的回答是,邓肯退役了,这没什么,因为马斯还有我,但,吉诺比利和帕克不同,他们都说这让他们感受,不到昔日马斯带给他们的感觉, 马路甚至动了退役的念头,因为他害怕邓肯和波波维奇会一起离开,在签约前,他反复问波波维奇,教练,邓肯离开了我太难过,如果你也离开我就不打球了,所以你确定还会直叫我们吗? 直到波波维奇做出承诺,吉诺比利才签下了合同,讨论GDP的感情时,波波维奇同样也不该被忽略,他就如同父亲地板,而GDP是他的三个儿子,帕克曾经和吉诺比利做个最前线的节目中时,帕克就被问到了他最伤心的是,他的这一番的回答, 实在有些让人类梦,出现下一个乔丹,张姆斯很难,但出现一个GDP组合更不容易,他们的感情,他们的团结,他们的成就,都是NBA历史第一次出现,以后也很难复刻,Wrestle